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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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经理您看看 我觉得呢 就是这个店的这个特色啊 包括这个小厨师的做的这个菜啊 对游客都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 你看看能不能把你们旅行社的一个客源呢 带到我们这里来 还请大家多帮忙了 是啊是啊是啊 实际上这个孩子不光是表演 而且呢 我觉得他最擅长的就是那菜 做的特别地道 像这些顾客吃完了之后 反响的特别的好 特别的满意 那 那现在呢 二位切客 我要走 来 好 好 我们的合作就算成功了 请二位握手 张经理 来日方长吧 希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合作成功的 来 不会让你失望 金小姐您看 接下来 那我带他们先出去看看 好 参观一下这里 刚才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客房 像有很多客人吃完饭之后就不走了 留着朋友就住在这了 条件呢也很好 最主要的是我们很讲的卫生 然后这个顾客呀 还有来住店的旅客都非常的满意 看看我们的大厅能容纳很多人呢 来 看看 我们的伊博小厨师增丹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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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开 好 我们的伊博小厨师增丹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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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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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边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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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月 你去找小楠 你说我在房间等她 有事跟她相遇 姐姐呢 姐姐呢 挺厉害的嘛 这次谢谢你了 就想得到你的表扬 真不容易 小楠 老大娘 谢谢你啊 这次签成这份合同 哪里哪里 士官叫你 梁老先生找我 那我去一趟 他在哪 在房间呢 好 先坐啊 哎 哎 杰姨阿姨 杰姨阿姨 干嘛呀 我爷爷呢 你爷爷啊 对 在楼上房间呢 哦 提走了 谢谢 不客气 慢点 哎 进来啊 哈 小楠 坐坐坐 蓝老 您找我 对对对 小楠 一波的妈妈有些 一波 嗯 有妈妈在你身边 这个波 就不要背了吧 不嘛不嘛 我还是要背 我还是要背 不嘛不嘛 妈妈好 妈妈给背上 嗯 就是离不开这个波 啊 琳达 啊 这里阿姨 是来找我吗 是啊 小一波 嗯 你不是前提电脑 这拍DV吗 嗯 今天阿姨叫你好不好 你愿不愿意可以去去拍东西呢 妈妈 嗯 去吧去吧 不过你要小心点啊 琳达阿姨怀着小宝宝呢 乖啊 嗯 去吧 去吧 你放心吧 我会好好照顾一波的 嗯 我放心 去吧 啊对啊 我老公有事找你 嗯 走 嗯 自己玩了 嘿一波 嗨 耶 Good morning 去哪里 我要和阿姨去 下面拍DV 哦好好好 那小心点啊 嗯 乖啊 走吧 老先生您找我 对对 来来姑妃 走走走走 我不能坐您坐吧 坐我来坐 别客气 坐坐坐 啊 啊 顾飞啊 呃 记得前两天你跟我提过关于一波的教育问题 哦 我跟浩天也相量过 也大概的算了一下 也大概的算了一下 今天我就把一波从现在开始到他中学时候所需要的费用都给你 哎呀 顾女士 客气话就不说了 这里有五十万现金 啊 你看够不够 哈哈哈 哎呀 其实呢 我本来叫浩天呢 开一张支票 换解呢 是把这个钱直接打到你的账户就行了 但是浩天她说 这样子给你比较好一点 是 我觉得这样做的话 更能代表我跟我爸的诚意 你不知道顾女士的想法 我 哎呀 浩天啊 别摆什么律师的架子 像坏人 哎 顾飞啊 没什么意思的 你别紧张哦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是我 我从来都没遇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好人 你们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我 其实 再没有找到李自权 我心里面 就有这个打算 如果一波真的找不到她的妈妈的话 我就把一波带回去香港 让她好好的受教育 现在既然她找到那么好的妈妈 我就放心了 但是这份心意还是不能小 这些钱 你就收起来 好好把一波抚养成人 好 顾飞 来 你拿酒 好 我跟浩天还有点事要谈 你就休息一下 好 来 来 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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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忍着点 打着心骂摔 飞儿 飞儿 不是 你咱们这么早就没见了 你怎么这个脾气还不改啊 啊 我就以为这个走着嘛 老大你行啊 哎 这两年刚兴什么那个野蛮女友 没想到你前几年就有着超前意识了 打我干什么 咋的 夫妻俩吵架 你跟他掐个什么呀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哎呀 夫妻俩吵架 哎呀 这话我也听 就冲着夫妻俩 哎 打打不 不许咬一口 看你那样 还宝贝呢 我吃不上饭的时候 你跑哪去捞 现在一回来 就让我冒充别人的老娘 我当你老娘还差不多 这事要能成了 你当我娘都行 呀 啊 不不不不不 你看一有好事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宝贝你呀 老大对女人还真有一套 就你们两头猪 还能有什么好事啊 听你们两个一进门就嘚啵啵啵啵啵 说了半天 我一听就听出来了 那个小一波 他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 再说他身边那几个人 那也太难对付了吧 对呀 就是因为不容易嘛 才想到你这位拥有天使般的面容 魔鬼般的身材 精灵般的脑袋的顾飞 顾大小姐 嗯 那能弄多少 这个梁老爷子呀 是个无底洞 就看你能挖多深了 怎么分成啊 老规矩 五五 多少 多少 不不不不不 我那个五下给你 我下半辈子就托付给你了 老大那我怎么办 啊 你呀那看我能不能说服我的宝贝收养你了 难道还给你们当儿子 不是 那儿子怎么了 我们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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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